我老實講 我覺得怪物彈珠這款遊戲真的不難抽 我應該這次可以把所有合作獎全部抽完 真的太扯 還兩隻欸 好扯喔 哇 時尚最快抽完影片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宇 歡迎來到我們的怪物彈珠刻薇 上次沒有講到 其實我的英雄學院的活動啊 之前就很幹 我那時候很想要off 1 然後沒有打 就我沒有這個角色 然後我想說我贏這次 喔 復刻了 終於 合作第二次 因為最近有出動畫 結果 他沒有復刻後活完 而且我覺得以後也不會復刻 所以這隻角色應該是已經絕版了 希望之後可以復刻獵人的角色 或者是之後可能會出一個合作過的動畫 超舊集 全部復刻的 欸 有可能喔 在我們看之前一樣就是 我有創立怪物彈珠的交流群 如果各位想要跟大家一起組隊打 或者是希望大大可以幫忙 帶你起飛打一些超舊集 歡迎可以加入我們的群 在下方的資訊欄以及留言區都有 我平常的話都會在我的交流群裡面 請大家跟我一起刷一些關卡 如果喜歡怪物彈珠顆了沒這個系列的話 記得幫我先按個喜歡 來 往下滑 mujeres 喜歡有沒有 appreciate 喜歡 訂閱 小鈴鐺三連起來 然後最近有人想要看我玩散彈神的 我有在考慮 我們這次我的英雄學院 我們是要抽什麼角色呢 上一次已經抽到了八百萬版 習慣一下三隻角色的差 切倒 長暗以及爆豪 可是爆豪真的是沒有獨立加倍 我覺得有點難抽 然後我們這次加倍的角色是長暗 我老實講 我覺得怪物彈珠這款遊戲真的不難抽 基本上抽個十二十連都會有一隻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應該不難 我應該這次可以把所有合作獎全部抽完 好啦 那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有準備一單 我們就直接來抽吧 長暗加倍 哈 一百九十二顆 應該不用全部抽完 我估計第二十抽應該會有至少一隻啦 也有可能會重複抽到八百萬版之類的 那樣就算了 就我的命 我的命 來 各位 試試試看 各位注意 來 這個畫面 OK 來 注意 欸 欸 停下來了 各位注意 幹 幹 還真的有 還兩隻 我剛剛說什麼 貴物彈珠是一款好遊戲 佛心公司 佛心廠商 哇 開頭比過程還要快啊 真的太扯 還兩隻欸 好扯喔 哇 時尚最快的抽完影片 如果各位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這次我個人P HMU 按讚我粉絲小安 HMV 最高人是Gren PHK 三個八十四 耶 真的太扯了 我跟你講真的太扯了 好啦 各位 真的要結束了 生物影片見 掰掰